今天我来到了神乐华学厂 今天多乐 明居老板中龄 他可是昨天20小时飞4个国家 从英国飞德国 德国再回台湾 放个行李 当天入境,当天就飞 为了滑雪 4个国家,大家可以体验一下,不错 而且一来之后就下大雪了 我原本昨天以为我就是天雪之人 没想到他比我更厉害 雪这么大,他穿转裤 行李就很辛苦 天气之子的概念 今天天气很好 昨天下了一整天的大雪 然后我们今天就来神乐华华看 今天就稍微记录一下我们滑行的过程 现在吃完午餐,准备出发了 就是呢,如果身体有问题的话 欢迎去明居长他们 他们现在很难约 我是在板桥 板桥星浦站 三号捷运出口,走路两分半左右就倒了 非常近,是真的两分半 这算是业配吧,我无语了 没有业配,我是觉得真的很有效 可以推荐大家 是真的有效啦 不然我们也不会活了这么久 不然我也不会找他 对啊,他说你都从中央跑来 我上个月去韩国滑雪摔到肩膀 大概快一个月没有好 去给他们调两次 诶,一次就好非常多 我就可以投篮 要不然原本没有办法投篮 机会可以去试试看 有体验假吧 有啊,第一次来1999 他们调很久,你要留大概 2到3小时啊 对,2到3小时 3小时比较保险 真的是帮你调到好了 他不会说,时间到了就让你离开 不是那一种 不是完美主义派的 我就觉得这样有比较好,他都不行 还有一点卡,他就说不行 再调一下 然后调到后来,原本还有训练的课程 然后就会移到下一次 对,没时间变得了,太卡了 我最长的一次,待过4个小时 半天就不见了 这么久? 真的,有机会的话,去邻居找他们 IG圈搜寻一下 看他们是在做什么的 他们调整的方式不会像枕骨索 然后你很害怕 我们做融性的结构调整 很像在摸你,很像在开玩笑 然后你就莫名其妙过了一两个小时走 欸?身体虽然很轻松,走路很舒服 打球投完做什么动作都很顺 然后就可以灌篮了 对,快可以灌篮了 发一个影片 如果没有成功的话 这一段就剪标了 好,那我们等下继续滑雪 滑雪了 给一点好的画面 我们现在又在滑很多很多的联络道 对于新手来说,这边实在是太不友善 哇哇哇哇,不行了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录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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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来这个 对一个雪凌四天的人来说,太辛苦了 你会不会痛苦啦 没有啦,不要来临络道路啦 先去老板教学怎么下缆车 下车前就是要先做侧面 这样子 那我们等下就边做边教学 对对对 通融自在的,然后讲起来很厉害 接下来要怎么做 然后表情要这样 这么酷 哈哈哈哈 大家学会了吗 学会了吗 现在在三点了 然后很多人联络道就要关了 我们刚刚又被工作人员赶了 叫我们快点 今天不要像去年一样 又被工作人员骑电动摩托车 再下山 这样就代表了 我一整年来都没有长进 不行不行 大家来神热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时间 因为要从田袋虎那边 回到这个山鱼这里嘛 很远 最好要找抓一点时间 太辛苦了 新手不适合啦 除非要有人带 现在要往和田小屋迈进 要赶快加速啦 我们回到清德石区间了 今年还是遇到小郑 小郑在这边待了两年了 第三年了 但是我后来两年来 就遇到他 小郑现在是在这边当教练 下一季大家有来的人可以找他 我这边留他的IG